这个少年目光呆滞的 走在满是难民的狭窄道路上 世界末日般的风景在少年的眼前扩散 少年以朦胧的意识瞪着天空 山边飞出两架机械物体 那是自卫队的支援战斗机 战斗机穿过云层 然后就是一阵阵雷鸣响起 一个巨大生物穿过云层露出的面貌 营地里顿时就开始恐慌 战斗机逮到机会 朝巨大生物疯狂射击 巨大生物在空中发出长长一声惨叫 巨大生物掠过地面 产生激烈的震动与摇晃 伴着毁灭性的巨响 许多建筑物暂时设置的帐篷一并倒塌 破碎声尖叫声响彻四方 逃跑的人群把少年撞倒了 他微微睁开眼睛 漫天沉烟的视野里 这个巨大生物就倒在少年眼前 十年后清晨 少年正骑着自行车 飞快去往支援现场 长相粗犷的国字脸 凶暗科刑事主任多田倒 质疑着少年的民警徐可正 面对那张压迫感惊人的脸 名为李健连太一的少年 一把夺过许可证 并转移话题开始工作 民警与警察交恶 并非从现在才开始 然而 对方做得这么明显 连太郎与其说是生气 更接近无奈 人类败北之后不久 便制定原厂动物相关事件 必须有民间警备公司 简称民警 陪同才能进入现场的法律 这项必要措施 是为了检定那些贸然行动的警官死亡率 不过几乎没有任何警察 欢迎随便进入自己辖区的民警 此时多田岛似乎察觉到什么 你的搭档其实者呢 连太郎有点心虚 但是总不能告诉警官 自己抛下同伴单独前来 来到案发现场 已经有数名警官守在门口 但他们并不想被民警抢走功劳 已经有两名攻坚小组 先从上头垂降进去 然后失去联络 现场的空气迅速冻结 连太郎立刻拔出手枪 深呼吸一口气 并除脑袋的杂念 踹破防门入 在落日的照耀下 房间被染成夕阳的颜色 那两名警官已经撞在墙上丧命 这时连太郎看到 一名高大的男子 助力于房间中央 男子身穿酒红色燕尾服 头戴大礼帽 甚至戴上舞会用的面具 打扮十分怪异 搞清楚对方是敌人的瞬间 连太郎二话不说 便朝上挥出一拳 面具男很愉快地接下这一击 埋进胸膛的拳头 将连太郎击退 连太郎不甘示弱 冲了上去又挥出几拳 面具男以回旋踢瞄准他的侧脑 惊人的一击将他踢向墙壁 就在这时 与现场气氛不搭的来电铃声 在室内响起 从门口冲进庶民警官 举起卡冰枪 面具男看也不看 从腰间取出手枪 连续开火 瞬间解决 连太郎全力逼近对方 面具男抬了一下脖子 便闪过连太郎的回旋踢 不过连太郎也敏锐地继续踢出一脚 毫无失准的高踢击中面具男 连太郎本以为成功击杀 不过面具男只是伸手扶着挨了一脚 往后仰的头发出怪声 将脑袋扳回原本的位置 令人惊讶的是 面具男甚至没有放下手机 面具男关掉手机 并祝贺起连太郎击中一下 因为现场并没有发现圆肠动物 连太郎让多田岛颈部马上下令 通知周围的市民避难 并且封锁这一带 眼前这个小萝莉 正是连太郎的搭档 蓝元炎珠 一个感染者正向他搭话 经过盐珠的提醒 他才想起发生了什么事 原肠病毒在体内迅速感染 他的四肢已超出常识的速度收缩 随后又冒出漆黑的细小身体 也变成一只大蜘蛛 他吐出白色的粘液 禁锢住盐珠 随后一脚将它踹飞 连太郎也赶过来 普通的子弹 只会让原肠动物兴奋 只有特殊花质子弹 才能阻止再生 但连太郎射出几发后 枪就没子弹了 被踢飞的盐珠眼睛也变红 蜘蛛张开大嘴 朝连太郎猛烈冲来 盐珠一脚 把蜘蛛踢得四分五裂 回头嘲讽起连太郎 还当警官的面 给连太郎一个吻后 然后在盐珠提醒下 才想起 今天超市大减价 豆芽菜只要六日元 连太郎急忙前往 甚至连报酬都忘了 画面一转 连太郎眼前 有个一身黑的美女 她是天童木耕 也是收养连太郎的 天童家大小姐 更是连太郎目前任职的 天童警卫公司社长 但现在的她 因为连太郎没收取报酬 导致公司这个月龄收入 更重要的是 她没有告诉自己 超市大减价 自己都快饿死了 刚刚击杀的圆肠动物 是感染者变的 真正的感染源 还不知所踪 连太郎想来到医生 这请教问题 可迎面袭来一具尸体 吓她一跳 医生告诉她 连肠会改写DNA 并加以侵蚀的速度 而且 体内侵蚀率 一旦超过50% 宿主就会无法 保持人类的形态 也有个体在这个过程中 产生出原创能力 比起医生给的食物 还是特价豆芽 有胃口 而且还有小萝莉的 特殊问候 快点把内裤穿上 晚饭后 连太郎给炎珠注射 特殊药剂 好抑制体内的病毒 而面对张开双手 疯狂暗示的炎珠 她选择了无视 气坏了的炎珠 给她来了一记泰山压顶 在吵闹中迎来了清晨 炎珠还像昨晚一样 继续调侃连太郎 大哥哥 请给炎珠爱的注射 之类的 然后日常地前往学校 连太郎希望 身为诅咒之子的炎珠 能像一个普通女孩一样 正常上学 连太郎独自来到了外围 看着被诅咒的孩子 他们是唯一能和 原肠动物做斗争的 他们也是人类最后的希望 这个房间里 都是东京区域里的公司社长 和排行前几的民警 他们身边都带有小萝莉 大型面板 显示出一名少女 全部社长起立 她是东京的统治者圣天子 身旁的辅佐官 则是天同局之城 她是连太郎的养父 同时也是穆更的祖父 圣天子颁布一项委托 委托内容是消灭昨天的感染源 另一个是巡回一个箱子 委托金高达10亿日元 但往往委托金和危险成正比 众人开始猜疑箱子里的东西 但因个人隐私 圣天子无可奉告 此时一声狂笑响起 突然出现的面具男 吸引了全场目光 他是质子影翼 向他走来的小萝莉 是质子小比奈 是他的其实者 也是他的女儿 面具男说出了箱子的名称 七星的遗物 表示要参加这次游戏 面对周围的子弹 他纹丝不动 花质内脏形成的赤力立场 将子弹隔离 面具男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前路上自卫队第七八七 机械化特殊部队 因为原长动物战争 而诞生的特殊部队 随后便将所有子弹 全部反弹回去 面具男给连太郎留下一个礼盒 潇洒离去 而礼盒里流淌出红色液体 那正是大赖公司社长的头部 圣天子增加了新的条件 在面具男之前找到箱子 箱子里的东西 是一旦被滥用 就会引发东京大灭绝的封印物品 连太郎带着炎珠出来逛街 一声喊叫起来 两个超市店员 正追赶一个红筒女孩 她跟炎珠一样 是被诅咒的孩子 那名女孩想寻求炎珠的帮忙 却被赶来的店员按住了头 她偷了东西 还打伤了警卫 炎珠想伸手帮忙 但被连太郎拦下 文生赶来了警察 连太郎正想让他们保护着女孩 但警察的态度 让她打消了念头 女孩被带走了 现场也只剩下二人 炎珠询问连太郎 为什么不救她 连太郎是正义的伙伴 没有事情是做不到的 连太郎看着炎珠眼角的泪 她叫炎珠先回去 自己急忙骑车追赶 但她还是晚来了一步 女孩倒在血泊中 连太郎后悔莫及 但传来一声咳嗽 她仿佛抓到了希望 急忙送往医院 在她顽强的生命下活了下来 但医药费 让本就贫穷的她雪上加霜 这时传来熟悉的声音 这个小萝莉 从漆黑的道路走出 面具男一声令下 小比奈向连太郎冲去 炎珠及时赶到挡下了攻击 面具男认为 东京现状是错误的 并拿出一点新意 想让连太郎成为自己的同伴 他用行动做了答复 面具男似乎知道 连太郎正让炎珠伪装普通人上学 让他明天去学校 就知道什么是现实了 事情也正如面具男所说 炎珠的身份在学校被传开 老师也让他早退 炎太郎火速赶往家中 但炎珠并没在家 他又前往炎珠的故乡 第39外围区 他在井盖前蹲了下来 有事吗 连太郎在女孩的引领下 见到了长老 这个长老正照顾着这些女孩 但长老说出的话 却触碰到了连太郎的底线 就算不是那个孩子应该也无妨吧 炎珠和连太郎的相遇 是在一年前 由国际骑士者监督机构介绍引荐的 他们用了很长时间 才让彼此有了人情味 自那以后 他们就始终在一起 冷静下来的连太郎转身离去 长老看着黑暗的角落 而炎珠正在那默默哭泣 天空昏暗 下起了懵懵细雨 连太郎默默地寻找着炎珠 鼓起勇气来到学校的炎珠 却被冷眼相待 连太郎闻讯赶来 看到努力解释的炎珠 他显得那么无助 昔日的朋友也转身离去 连太郎上前安慰 但即使如此 炎珠也必须去战斗 螺旋桨的声音 盖过了操场的锅噪声 炎珠坐在直升飞机上 他一言不发 此时进化出原创能力的感染源 正在飞行 炎珠跳下飞机 一脚将感染源踢落 炎珠发出炽热的眼眸 看穿原肠动物的所有举动 他巧妙闪过不断袭来的吐司 迅速潜入感染人的身体下方 朝上使出犹如铁锤的踢机 最后一击将身体一击粉碎 炎珠转身抱着连太郎痛哭 在学校受到的委屈一拥而出 连太郎也表明了自己的心意 就算世界不接受 你我也会永远陪伴在你身边 连太郎正准备提香回家 突然一张白色的面具尽在咫尺 脸被五指揪住 接着被甩了出去 炎珠也被小比奈拦住 连太郎使用浑身之力打出了一拳 但是拳头在碰到面具男前 就与顽强的防护罩狠狠撞在一起 面具男近距离开了一枪 使出了自己的招式 极致痛楚 原本包围面具男的 视力立场突然大幅膨胀 向连太郎全身施压 他的身体被嵌入岩石 视野已经模糊 他让炎珠快跑 自知不敌的炎珠露出悲痛的表情 消失在森林深处 决斗突然中断 这让小比奈非常不高兴 面具男让小比奈先把工作完成了 小比奈狠狠瞪了连太郎 腹部冒出两把刀身 晚安 连太郎落水 身体就被高涨的河水 以惊人的速度带走 连太郎辛苦地睁开眼睛 天花板上的日光灯 和穿着白衣的急救人员 那是十年前的事情 连太郎从阎望那被拉了回来 木更也带来了新的情报 面具男带走的箱子里 庄友能召唤阶段五原肠动物的触媒 原肠动物从阶段一开始 经过阶段二和阶段三的成长 在阶段四成熟 阶段五则在它的进化范围之外 从十年前原肠动物诞生时起便存在 丝毫不受花瓷场的影响 阶段五曾经破坏过数个地区的巨石碑 其他原肠动物一同入侵 引发的则是大灭绝 而面具男现在逃到了巨石碑外面的 未探查领域 开始进行召唤的准备 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追击作战 即将开始 为了东京不被灭亡 连太郎整装待发 医生也带来了赞助者提供的武器 和自己研发的药 小萝莉盐珠也准备就绪 他们搭上飞机 前往巨碑室外面 这场大规模追击作战开始了 结界外的原肠动物十分强大 连太郎二人开局就遇见了 阶段四的原肠动物 实力过于悬殊 拥有兔形基因的炎珠 抬起连太郎就跑 两人暂时脱离了危险 看着不远处有火光的小屋 他们小心翼翼地往前 不许动 连太郎向前询问情况 他是英雄将监的搭档 名叫千兽下士 他具备海豚基因 智商及记忆力都很优秀 所以他指挥兼后卫 而将监视负责前锋 他们在森林里中了陷阱 两人走散了 下士也被原肠动物 注射了少量体验 连太郎为下士包扎好伤口 并叮嘱他 回去一定要仔细检查 看着他为自己担心的面孔 下士有点羡慕炎珠 连太郎也得知 下士他们在过来这里的途中 把遇到的民警搭档杀掉了 因为将监不想 把功劳让给任何人 而他自己很害怕 但他认为会习惯的 这时放在身后的对讲机 突然发出伴随杂音的粗广男生 他们一起前往 面具男所在的地方 他们来到战斗现场 忠心已经传来枪声 身后也尾随着一大批的原肠动物 下士准备留下断后 不然无论胜败 都会无疑幸免 下士也保证 一旦处于劣势 就会逃走的 连太郎听到这话后 带着炎珠直奔战斗忠心 现场的战况惨不忍睹 江坚也从平房里缓慢走出 嘴里一直念叨的自己那把剑 只要有那个 就还能再战 他倒下了 而那把剑 正插在江坚背上 面具男和小比奈正站在教堂上 面具男也准备和连太郎来一个了断 两人依旧使用着 和上次同样招式 连太郎用尽全力打破了护盾 一拳打在面具男的脸上 十年前为了保护木耕 被原肠动物夺去了右手右脚左眼 冰死的他被送到22局手术 医生则是当时被誉为神医的士护警 看着连太郎的花枝一枝 面具男猜出了他的身份 他们同属于七八七刻书部队 面具男流出鲜血 很痛也证明了他活着 面具男也说出了目的 让原肠动物战争再次开始 这样就可以证明自己的存在意义 面具男再一次想让连太郎成为同伴 连太郎也立刻拒绝 严猪的偷袭被面具男察觉 并抬枪反击 连太郎急忙救援 但是被打穿了肚子 看着哭泣的严猪 连太郎拿出了医生给的药剂 这种药剂虽然能给予人类 原肠动物般的再生能力 但会有20%的概率原肠动物化 连太郎拿起5只全部打了进去 瞳孔不断变颜色 他赌赢了 连太郎将一只马力开到最大 一击震断小比奈的刀 打破了面具男的护盾 将他击飞 随后蓄力一角将他击入海中 面具男的反应消失了 众人放下心来 但不好的消息也马上传来 阶段5的原肠动物现身了 一个巨大怪物正在海面上行走 军部的火炮对他造不成丝毫伤害 连太郎听从木耕指挥来到电磁装置前 这个装置可以将花弹加速到亚光速射出 即使阶段5也可以消灭 但是没有弹药 木耕他们也因为磁场问题 无法远程填充 连太郎看向了自己的花质一只 他自断一只来荡成弹药 但射击装置依旧没修复 只能在管理室手动射击 现在整个东京都压在连太郎手上 一旦射歪将会带来大灾难 面对巨大的后果 连太郎下不去守 炎珠给予鼓励 并坚信连太郎一定能射中 连太郎调整好心态 聚精会神带两个准星合一 电磁炮命中把星 阶段5的圆肠动物原地爆炸 东京躲过一劫 连太郎走出设施寻找下室 沿途看到堆积如山的圆肠动物尸体 一股不祥的预感 连太郎找到了靠着岩石的下室 白色连身洋装被血弄脏 体内病毒侵蚀也超过了50% 因为连太郎证明了下室的存在 所以他不想让连太郎有危险 他一个人拼尽全力挡住了圆肠动物 下室最后恳求连太郎 让他保持人类的姿态死亡 他掏出枪却不断抖动 不忍心下手 连太郎询问圣天子 箱子里放着坏掉的三轮车 为什么会成为召唤阶段5的触媒 还有圆肠动物到底是什么 圣天子却无可奉告 此时圆珠的侵蚀已经高达42% 街道上的两人正谈论着圆珠上学的问题 因为圆珠身为诅咒之子的秘密被拆穿了 遭到之前就读的小学强制退学 穆更建议让圆珠去外围区的学校上学 不过无论做什么都要有资金 而正好有一个委托 因为大阪区域代表起舞总统 要对东京区域进行访问 而辅佐官又外出 圣天子就指明让连太郎来当自己的警卫 圣天子也向连太郎介绍护卫队 队长友好的问候 但连太郎只是来听下内容 并没有打算接下委托 连太郎冷漠地转身离开 可这太大了 他迷路了 还没走几步 就被人拿枪指着头 拉进了卫生间 正是刚才那个队长 他威胁连太郎放弃这次委托 连太郎也不是欺软怕硬的人 他吓走他们 便立刻接下了这份委托 连太郎一出门 就看到三个混混正在欺负小萝莉 他抬起自己的小本本 三人赶紧溜了 而那个小萝莉 穿着松垮的睡衣 身上脏兮兮的 连太郎拿起手帕 为他擦干净脸 小萝莉也任由他摆布 小萝莉说完感谢的话 就睡着了 连太郎叫了一下 他猛然抬头 向口袋里摸出一瓶咖啡因 把药当糖一样放入口中 作为夜猫子的他 不吃就完全打不起精神 连太郎也询问起小萝莉 但小萝莉一问三不知 就知道自己叫蒂娜 斯普朗特 连太郎给了自己的电话 让他有困难 就打电话给他 蒂娜当面打起了电话 并告诉他 自己想起公寓在哪了 蒂娜便慢悠悠地 推着单车走了 夜晚的蒂娜 完全换了个人 而他的任务 就是除掉东京的 统治者圣天子 蒂娜回到公寓 换了一身衣服和装备 提起武器走在大街上 一位善良警察停车 询问情况 电话里的男人 下达了命令 杀掉 蒂娜破坏了警车 警官也重伤昏迷 连太郎和炎珠 路过案发现场 炎珠发出感慨 连太郎摸了他的头 他们便回家煮起了火锅 刚准备开动 门铃就响了 一位戴着口罩 满脸通红 还不停咳嗽的 和服少女闯进公寓 一位身穿和服的少女 倒在了连太郎家的玄关处 他是司马魏芝 是连太郎学校的学生会长 也是为连太郎和炎珠 提供装备的 司马重工武器公司的千金 话刚说完 穆更也提着半价的牛肉进门 昏了的他 直接摊倒在魏芝身上 穆更跟魏芝是水火不容的关系 只要让他们处在同一个地方 即使是餐桌 也会发生斗争 魏芝也喜欢拿着连太郎来弃木更 他带球撞人 还想让连太郎去他的民警部门 木更也忍无可忍 放下网筷 打起刀 准备拔刀相见 为之也不甘失落 一手拿铁扇 一手拿枪 连太郎和炎珠搬着桌子 离开战斗现场 连太郎告别了炎珠 便同圣天子去和齐武总统会谈 在连太郎的印象中 齐武总统是一个独裁者 是有才能 却又危险的统治者 便踢门打开 他坐在那里等候多时 他便是大阪区域的统治者 齐武宗玄 两个区域代表礼貌地问候了一下 便开始会谈 齐武的目的很明确 消灭全部原长动物 并依靠武力征服其他国 成为新世界的领袖 因此 他拉拢一切有力量的人 让他们在自己的麾下工作 第一次会谈结束 圣天子也并没有为命是从 齐武暗地里以花作交换 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 想要用武力 统一分割为五部分的所有区域 圣天子则想从原长动物手中夺回土地 实现和平 即使会有人来暗杀 他也不会屈服 对于圣天子这样的理想主义 连太郎也并不讨厌圣天子 脸红的道谢 这时 连太郎的下巴传来剧痛 颜珠醒了 连珠表情突然严肃 连太郎看见大楼屋顶附近突然闪了一下 连太郎急忙按下两人 连太郎踹开车门 拉着圣天子走出车外 屋顶再次闪光 随后就是爆炸声 爆炸震波让众人摔倒在地 第三次闪光 连太郎迅速挡在圣天子的前面 颜珠用鞋底将子弹踢飞 护卫队也在他身边筑起人墙 包围着他往后退 蒂娜向主人汇报情况 因为距离太远 他也并不知道保护圣天子的 正是连太郎 不复所望 小罗莉蒂娜 清晨就打电话给连太郎了 他递过来一盒章鱼烧 蒂娜熟练地倒上咖啡因 连太郎也思考起昨天刺客的线索 而蒂娜手中的章鱼烧掉在了地上 他又插一颗又掉了 一脸无奈的连太郎 只能亲手为他 蒂娜的电话响起 他和连太郎约定 下次见面便匆忙离开 电话那头也下达了新的命令 去暗杀天童木耕 画面一转 木耕全身武装 准备射杀魏之 连太郎并不想理他 敲门之后 门缝突然伸出一只手 将连太郎抓进室内 门随即锁上 木耕准备破门而入 魏之拿出维修赔偿的账单来威胁他 木耕气得咬牙切齿 在魏之的带领下 连太郎走进魏之的私人房间 经过他的调查 子弹是从静翼宫里的高楼射出的 杀手毫无疑问 是一个超级狙击手 相比之下 圣天子的护卫官 就是一个弱小组织 而在这种情况下 圣天子何时丧命都不奇怪 连太郎让魏之帮忙调查 齐武宗玄的情报 魏之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只要你能忘记 木耕我的身体 也可以任凭你摆布 木耕破门而入 魏之故意整理身上的和服 当木耕的面 说出自己现身 连太郎就跳槽到 自己公司的约定 与毙的他 开心地迈着小碎布 离开了房间 临走前 还不忘偷偷吐舌头 医生把连太郎和炎珠 叫到工作室 医生恭喜连太郎 打败面具男 跨身为千位的高位排列者 并将关于除自己以外的 其他三名天才的事情 告诉了他 医生是机械化士兵计划 日本分布前最高负责人 而所谓的新人类创造计划 是只有包括日本在内的四国 共同进行的机械化士兵计划 得计划名称 澳大利亚的亚瑟 沙大克 美国的安 兰德 日本的士护井 然后德国的阿尔布雷西特 格里内 瓦尔德 而连太郎 已经将四位天才之一的 老格里内 瓦尔德的机械化士兵 打倒了 连太郎准备离开 医生却叫住了炎珠 让他留下 而此时的蒂娜 正前往天同民间警备公司 手机里刚要告诉民警的名字 手机却就被路人撞掉 失去了通讯 房间里 木更正在生着连太郎的气 蒂娜近来对着他一顿突突 木更闪出一刀 砍断了机枪的枪管 但身为其实者的蒂娜 无论速度还是力量都胜过他 木更很快落入下风 蒂娜紧勒着木更的脖子 救我李箭 连太郎冲过来踢了一脚 蒂娜灵活躲过 他站在原地 不敢相信眼前的敌人 正是连太郎 蒂娜失控地开枪走火 连太郎企图抢走他手中的机枪 木更看准时机砍穿地板 他们四目相对 蒂娜心里五味杂陈 他们掉到二楼 蒂娜也趁乱逃走 木更满脸痛苦地倒在连太郎怀中 因为十年前的原肠动物袭击 导致木更失去肾脏功能 只能用人工肾脏代替 所以 每周都要进行两三次 四五个小时的洗肾 木更拉上窗帘 连珠的手伸向了木棍的胸部 还做出了评分 虽然很不甘心 但人家也能给予AA家等级的评价 遇到袭击的圣天子 依旧没有放弃会谈 连太郎也下定决心保护他 他们刚下车 迎接的是一脸愤怒的护卫队队长 指责连太郎 为什么让圣天子大人坐这种破车 而连太郎认为 搭乘高级轿车会有危险 类似飞虫阵翅的声响 突然传进连太郎耳中 圣天子面前的护卫被打倒 蒂娜依旧没有缺席 她打出第二枪 连太郎急忙将圣天子救下 自己却中了弹 连太郎将圣天子推入车中 准备逃离 连太郎的伤口血流不止 危险并没有解除 他们逃到地下停车场 连珠也前往追赶 连太郎认为 以连珠超高速移动的兔英子 狙击手不可能捕捉他的移动 但圣天子传来了不好的消息 以他的权限 查询到蒂娜的名字 他的排行是98名 是猫头鹰鹰子的起始者 也是的强化士兵之一 连太郎急忙拨打连珠的电话 铃声响了好几声 终于接通了 连太郎让连珠马上回来 重新制定作战计划 但电话那头 蒂娜却拿起了手机 漫长的沉默 这已经说明一切 连珠失败了 小萝莉严珠正躺在病床上 战斗失败后 她被蒂娜注射了大量的麻醉药 短时间内不会苏醒 但圣天子和起舞总统 又召开了第三次会谈 连太郎不堪重负地 瘫倒在木更身上 回想起发生的事情 蒂娜在尽可能地避免杀人 但连太郎也并不是蒂娜的对手 她开始犹豫 是否要放弃这次委托 此时护卫队队长不怀好意地过来 真是遗憾失去了其实者的你 就不用出场了 连太郎威胁她 让她制定一份假的计划书 接下来的事情 由她自己来解决 连太郎也在医生这 得知了嗡嗡声的来源 思考驱动型界面 谢菲尔德德 那个球铁 是依靠植入在大脑中的神经元晶片 进行操纵的侦察机 而且一个人同时可以操作三个 连太郎下定决心打败蒂娜 但是医生劝她放弃 画面一转 她来到司马重工总部的特别训练室 训练战斗 连太郎利用自己的二一式黑缕一眼 轻松解决敌人 而欠尽她的一眼的东西 是超化合金外壳包裹的石墨烯电晶体 规格CPU所组成的高性能电脑 在连太郎的世界里 时间的流逝非常缓慢 训练结束 连太郎的战争能力是2200 但把8600的炎珠打败的蒂娜 至少在12900以上 蒂娜的主人安 兰德也得知 他没对连太郎下死手 他下达死命令 如果再败 就让蒂娜自行了断 决战之夜来临 连太郎挡下子弹 快速前往蒂娜所在的大楼里 嗡嗡声再次传来 侦察机正监视着周围 连太郎率先打掉一台 为之打来电话 通过分析 在连太郎周围的五个地方 都设置了反战车步枪 而蒂娜利用侦察机 远距离操作着这些 此时第二台侦察机 已经捕捉到连太郎的位置 子弹从四面八方袭来 连太郎迅速转移位置 而蒂娜在另一栋楼的最高层 连太郎小心翼翼地移动 两台侦察机从破碎的玻璃入侵 连太郎迅速解决掉两台侦察机 迅速前往天台 而蒂娜在另一栋楼里望着他 连太郎起身跳跃 蒂娜开枪阻拦 挡下后再次跳跃 他来到楼上 可蒂娜却不见了踪影 未知提醒蒂娜就在周围 蒂娜踢掉连太郎的枪 拔刀相间 扭打在一起 蒂娜身边突然出现 第四台侦察机巧妙躲过子弹 向连太郎逼近 连太郎准备拔掉保险栓 蒂娜却引爆了侦察机 爆炸的火焰 把连太郎震飞出去 地上的闪光弹突然爆炸 强烈的光芒 让有猫头鹰鹰子的蒂娜 视野变得模糊 连太郎强忍着疼痛 来了一套丝滑的连招 落败的蒂娜 恳求连太郎给他最后一击 因为自己是科技的结晶 不能被其他国家活捉 可怜太郎并没动手 反而感谢蒂娜之前 放了炎珠一马 连太郎也会想办法 与上头交涉 不让蒂娜受到恶劣的处置 突然出现的护卫队队长 朝蒂娜开了一枪 连太郎也被其他护卫官按下 他举起枪口 对着蒂娜的眉心 圣天子中断会谈 及时赶到 阻止了悲剧发生 并以自己的特权 将连太郎的排行 提升到300名 机密情报通行 要升到等级5 也就是比护卫队长高一接 连太郎一枪打断了他的手指 并警告他不准靠近蒂娜 否则以叛逆罪将他射杀 从那以后 时间过去一周 被终止会谈的起舞 怒气冲冲地回到了大阪 走进办公室 迎接他的事已康复的 木耕和炎珠 无处可归的蒂娜 被木耕雇佣 炎珠也庆幸自己 有了后备 在东京第39外围区 有所由一群诅咒之子 组成的小学 木耕和连太郎担任老师 画面异常温馨 但美好的时光是短暂的 圣天子找到连太郎 导致他 昨晚在32号巨石碑上 贴附着一只阶段4的 圆长动物 统称碧秀武 他注入的花青石叶 会导致32号巨石碑 在6天后失去磁场 进而倒塌 完成制作的替代巨石碑 还要花费9天 而巨石碑之外 已经逐渐聚集了 将近2000只圆长动物 根据分析 在巨石碑倒塌后3天内 东京的全体市民 将会死亡 或者圆长动物化 为了防止造成恐慌 圣天子已经将信息封锁 但是几天后 巨石碑便会开始白化 市民也会得知 圣天子希望连太郎 组织辅助部队 从巨石碑倒塌到 建成为止的三天之内 对入侵的远程动物 进行消灭 连太郎漫不经心地回到家 对你的心添珠添珠 到这个场面 连太郎才放下心 夜晚 蒂娜和连太郎 聊了许多事情 蒂娜也一直想要个哥哥 便称连太郎为哥哥 前方劳犯名场面 这个少年 正和10岁的小萝莉去约会 距离巨石碑倒塌 还有4天 连太郎准备带着蒂娜 去招聘同伴 顺便和蒂娜去逛一下东京 连太郎带着蒂娜前往服装店 但看了一下标签的价格 就被吓跑了 他们路过公园的喷水池 然后在娃娃机 开心地加了个小熊 蒂娜心满意足 并表示会一辈子珍惜的 此时蒂娜听到了歌声 而歌声的源头 是一位双目失明的少女 她手中举着一块板子 上头写着 我是外围区被诅咒的孩子 连太郎赶紧询问情况 连太郎给了少女一笔钱 让她最近别来这里 把被诅咒的孩子赶出去 蒂娜和连太郎 摆到片铜民间警备公司 敲一下门 二楼伸出一个小脑袋 对着连太郎一顿恶言 眼前便是片铜民间警备公司的社长 片铜玉树和她的妹妹片铜公月 玉树上来就猜中了连太郎的目的 在得知原长动物有近二千只 玉树就准备送客 在连太郎的说服下 她决定和连太郎比试一番 要是连太郎能打赢自己 就会考虑加入辅助部队 他们上来就自爆身份 公月在场地跳来跳去 连太郎也与玉树对拳 但玉树手套上的花枝练锯 削掉了连太郎拳头上人工皮肤 连太郎也察觉 公月在周围布置了无数的蜘蛛丝 连太郎运用黑铁一眼和玉树螺旋梯 将它绊倒 然后高高抬起右脚 直击玉树后脑勺获得胜利 而蒂娜灵活躲过公月的攻击 但周围的蜘蛛丝正包围着她 时机成熟 公月急速俯冲向蒂娜袭来 蒂娜拉出钢琴线正面迎击 等到漫天飞舞的粉尘消散 两人身影就此显现 公月的手刀抵在蒂娜脖子上 而公月比出手刀的手 却被钢琴线缠住 蒂娜空着的右手 也摆出剪刀的手势 正好对准她的两颗眼珠 公月的自信心遭到彻底的打击 不过在得知蒂娜排名98 她立刻化身成了蒂娜的小迷妹 玉树也决定加入 连太郎的辅助部队 距离距石碑倒塌 还有四天 连太郎带着蒂娜来到医生这里 屋子里黑漆漆的 桌面上还摆着圆长动物 按出一个身穿白袍的人 向蒂娜的身后扑来 医生表示自己的预备粮吃完了 要是连太郎再晚来点 就要饿死 连太郎在医生口中得知 质责张摩来找过她 知道她不再便离开了 质责张摩在天同室战斗树上 是连太郎的师兄 连太郎很尊敬她 可是有一天 她一声不吭地离开了道场 蒂娜低头思索 然后告诉医生 不久之后安 兰德就会派追兵来追她 蒂娜害怕 给大家添加麻烦 就想着离开天同警卫公司 但医生和连太郎 异口同声地拒绝了 笨蛋傻瓜 在蒂娜睡着后 医生提醒连太郎 虽然他们很可爱 但别陷得太深 他们背负着圆长青石绿的枷锁 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 但连太郎并不在乎 他要打败圆长动物 要给炎珠和蒂娜自由 带他们去看看更广阔的事件 进入主题 医生通过连太郎等级五密钥 获得的资料 资料里是过去20年的年表 记录着爆发 圆长动物战争的初期到末期的记录 想打开却被提示 通行要等级不足 这很明显 有人想把事情隐藏起来 木更打来电话 据碑石白话 已经被市民得知 圣天子也被推上风口浪尖 战争马上要开始 连太郎来到营地 他必须招聘更多同伴 组成辅助部队 炎珠突然发现 前面有人起了纠纷 连太郎也前往凑凑热闹 场地上 一位白发少年 吸引了连太郎的目光 他正是连太郎的师兄 因为没有喝面前醉汉的酒 起了冲突 但实力差距太大 师兄三两下就解决了他 张摩师兄此次前来 是想加入连太郎的队伍 自从连太郎 打败了阶段四的圆长动物 他就希望有朝一日 能连太郎并肩作战 夜晚他们围在篝火旁 开始自我介绍 他们组成了最低要求的 六人辅助队伍 但连太郎考虑到 自己能组织的人数的极限 而失去团队资格时的组成人数 他认为 十人是最佳的 此时木更走了过来 他作为蒂娜的促进者 请求加入队伍 蒂娜的处分 也被圣天子取消了 连太郎拉走木更 他知道木更的身体状况 并不想让他战斗 但木更态度坚决 连太郎也没办法 一个士兵跑过来 让连太郎他们 前往司令部集合 一组搭档出现在讲台 他是排名275的 我唐长正 也是目前连太郎的团长 他的演讲 让现场热血沸腾 然而 后续的作战说明 与演讲不同 越听越让连太郎 摸不着头绪 一向来很少尊敬上位者的 连太郎提出了问题 你认为他们 真的不是 让我们用命去赌吗 演讲结束 连太郎再次确认 木更参加的事情 并承诺保护他 木更脸颊通红 露出娇羞的模样 这让连太郎心动不已 这样的气氛 异常适合表白 他们围在篝火旁 喊出了口号 八人的辅助部队 也就此诞生 距离距石碑倒塌 还有三天 连太郎给萝莉们 布置了一个作业 让他们写出 自己将来的梦想 小萝莉们 也认真的 写着将来的梦想 这时炎珠写好了 他迫不及待地把考卷 交给连太郎 上头却写着 要嫁给连太郎 蒂娜也写好了 但上面写着 和炎珠一样 要嫁给他 连太郎准备宣告 时间结束 但看着他们无从下手 连太郎问了一下 木更的积蓄 他打算带着小萝莉们 进行校外教学 连太郎带领着一群 吵闹不休的小萝莉 好好的玩了一天 在中央的纪念碑下 连太郎告知他们 他会和木更猛事 前往前线战斗 会保护好大家的 小萝莉们突然集合 围成一个圆形 回到营地的连太郎 正准备睡觉 突然听到木更的声音 他想让连太郎 陪他去散散步 他们来到巨石碑下 连太郎轻轻地碰了一下 表面便开始掉落碎渣 巨石碑的搭建 是由像金字塔一样 一块一块搭建而成 要搭建到100米以上 才可以阻挡一般的 圆长动物 连太郎说出了疑惑 如果建好了 毕秀武可以再次注入青石叶 而且为什么 毕秀武不袭击 这里以外的巨石碑 连太郎认为 问题可能出在巨石碑上 木更没有想到这么多 准备通过自己的渠道 来调查 木更来到倾斜的草坪躺下 并让连太郎躺在他身边 他们仰望着星空 这一天 在他们的倒数下结束了 距离巨石碑倒塌 还有两天 政府通过抽签 选出的30%的东京市民 已经开始避难 没有选中的市民 开始了大肆破坏 连太郎来到之前乞讨的少女处 一群市民正向着少女实施暴行 但尽管如此 他脸上依然挂着微笑 连太郎急忙前往阻止 灵枪示警 然后掏出证件 暴徒们不得不离开 回到营地 调查巨石碑的资料 也被送了过来 木更看了一眼 就丢到了火里 连太郎急忙捡起 资料上写着 巨石碑的发包者 是现任国土交通省 副大臣天同和光 而天同和光是木更的哥哥 木更从帐篷里出来 眼神却完全变了 离去石碑倒塌 还有一天 连太郎带着炎珠 前往教室增加留念 炎珠也带着自己最喜欢的游戏 连太郎来到目的地 但远远看见景观的瞬间 不祥的预感涌上心头 原本是教室地方 只剩下一个大坑 一只破掉的土娃娃 和一个带血的风车 太郎来到一所房间里 缓慢地掀开门簿 连太郎念出了所有名字 他不愿意相信这一切 连太郎怀着沉重的心情 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炎珠迫不及待地想见到他们 一小会也行 连太郎让警察把他带出去 炎珠解放了力量 放手 冲进了房间里 接着就传出了悲鸣 太郎独自来到了天台 他从包里拿出了之前的考卷 歹徒们为了提高爆炸伤害 在炸弹添加了花的碎片 电话声响起 木更打来电话安慰林太郎 此时具悲食在少女悲伤的歌声中 提前一天倒下 巨石碑倒塌了 圆长动物从倒塌处入侵 大战已经打响 在圆长动物猛烈攻击下 第一防线的自卫队很快落败 无数的圆长动物 即将把连太郎所在的阵地包围 连太郎的小队不顾队长的提醒 私自离队去清理后方的 圆长动物防止包围 清理完后方圆长动物 回阵地时 战地已经完全失守 队长站在小山丘上 并没有下达指令 只是闲晃 连太郎上前 让队长下达撤退命令 队长冷静地转过头 我们从一开始 就是没有胜算的 队长已经精神失常了 以他的脚底为中心 地面突然产生军裂 他被圆长动物一口吞下 此时 一道道光线向阵地射出 直击人群 碧秀武开始撤退 连太郎他们躲过一劫 这场大战损失惨重 体育馆里遍地都是伤员 炎珠他们也充当起志愿者 连太郎通过师兄的提示 来到了住处 他们围在一起讨论接下来的对策 木更在医务组帮忙 看到被光之枪击中的伤者 他们毫无例外 都出现听力减弱 视野变窄颤抖等症状 这和水银并特别像 迪娜的侦察机 也探测到了 发射水银的圆长动物 突然一个士兵进来 通知连太郎 让他前往临时总部 连太郎独自前往 团长在和碧秀武战斗中 损失了一条腿 连太郎为战斗提供意见 团长也提供了情报 碧秀武是不死之身 射出光之枪的圆长动物 代号昂素 他和碧秀武同样危险 而击败国王皇后 也必定会打在面前 在这场游戏中 铲除皇后是胜利的必要条件 所以团长这老狐狸 以连太郎擅自离开阵地为由 让他独自去击败昂素 否则将解散小队 处他急行 但作为交换 自己可以不追究小队的责任 连太郎被团长派遣 去击杀代号为昂素的圆长动物 他告别了炎珠 戴上包袱准备出发 面对木更的询问 他随口说了一个理由 去吃点宵夜啊 要一起吗 刚到外围区的连太郎 就被象狼的圆长动物发现 双拳男敌四手 连太郎被咬伤跌入水中 连太郎拼尽全部力气 从急流中爬上岸 可岸上等待他的是狼群 还有一头阶段三的领袖 在连太郎命悬一线的时候 面具男及时出现就吓了他 他给连太郎提供了抗生素和绷带 面具男依旧很中意连太郎 连太郎休整了一晚 在面具男提示下 连太郎找到了昂素 他们两个人同心协力 成功完成击杀昂素的任务 连太郎他们躲在瀑布下 平生静气 生怕被发现 B-4-5的军团开始移动 两架战斗机向圆长动物投放炸弹 然而敌人也不是省油的灯 圆长动物以自杀式攻击冲撞战斗机 战斗机在坠毁的最后一刻投放了炸弹 炸弹也正中碧绣武的头 但碧绣武并没倒下 他的伤口快速愈合了 团长战死 根据规定 现在由排名第二的连太郎担任 面具男来到营地 却引起了众怒 这个小萝莉 被圆长动物注入了病毒 快要不行了 在战斗中 翠想帮助别的歧视者 被圆长动物埋伏 直到师兄救出他为止 途中不断被注入圆长动物病毒 经过医生的检查 翠的侵蚀率已经超过50% 连太郎摸向了手枪 却无法抽出 翠突然开口 让连太郎握住自己喜欢的手指 翠走出了房间 就再也没有回来了 等连太郎找到翠时 他已经面带微笑地离开 连太郎当上了团长 他不能辜负翠和师兄的期望 连太郎现在背负着 众多东京市民的姓名 面对抗命起哄的人 他并没有手下留情 窗外数架直升飞机降落 是卫之前来支援的 经过卫之说明 避宿武军团将在半天后到达 消灭碧秀武的办法只有一个 使用这个1万磅的炸弹 但必须能扔到碧秀武体内 才能确保消灭 也就是要在碧秀武坚硬的外壳开个洞 将炸弹投入 等伤口愈合在一起 决战的地点设在回归之言 卫之也在纪念碑上装备了探照灯 以方便寻找碧秀武 现在就等探照灯的电池送达 就可以开始决战 在生死存亡的时刻 却有人为了报个人恩怨 将至关重要的电池丢进湖里 原肠动物静在眼前 照明灯的电池却迟迟未到 那个是 炎珠指着天空中的孔明灯 是圣天子安排的这一切 无数的希望照亮了大 大战一触即发 机枪和大炮的声音震耳欲聋 连太郎一声令下 开始突击 全体民警掩护连太郎 让他接机迅速 太郎成功抵达炎珠月起 对阵乌苏 打破了他的防御 连太郎抓住时机 将一只玛丽开到最大 一拳将碧秀武扔在地面 炸弹也被成功打入体内 预测爆炸时间已经过去了 炸弹依旧没有爆炸 定时引擎没有启动 现在的办法 就是让炸弹受到强烈冲击 劲儿引爆 但这工作必须有人牺牲 炎珠 是时候说再见了 连太郎打晕炎珠 独自冲向碧秀武 他吐出一口白烟 连太郎的花质一只 瞬间就被溶解 碧秀武将连太郎 打飞机米开外 师兄将连太郎安放好 冲向了碧秀武一拳 引爆炸弹 师兄和碧秀武同归于尽 其他原长动物 也纷纷逃离到外围区 这次大战 使人类一方获胜 倒塌的巨石碑 也逐渐修好 天同何光兽 木耕的邀请 来到了道馆 木耕扔给何光一本笔记 那是他制造廉价巨石碑的证据 在证据下 何光成了这场大战的罪魁祸首 木耕与何光 在连太郎的见证下 进行生与死的对决 木耕斩断了他的一条腿 面对何光苦苦哀求 木耕二话不说走出门 让连太郎拉上门 收到圣天子的邀请 连太郎和炎珠 正前往圣居的列车上 炎珠用难看的笔记 写了契约书 让连太郎与他约法三章 炎珠用难看的笔记